这个叫什么 哈喽大家好 这里是梅腾克兰 在很多电路板上面 有这样一个元器件 这个元器件 实际上就是电感器 这个电感器 它有一个通数的名词 叫做公制电感线圈 就是用铜线 在这个铁岩体磁性上面 铲牢一定的圈数 这样就构成了一个电感 这阵电感 它一般采取直标法 采取直标法 就是在这个磁体的上面 打上治标 你比如说这个 5L713 那么这就是一个公子电感线圈 L来表示 713它是表示 这个电感量为713微轰 这是它的电感量 如何判断这个公子电感线圈的好坏 其实我们可以借助 万能表的封名档的来测试它的通义段 当然也可以用电桥椅来判断它的好坏 在实际维修当中 我们不具备这样的仪器 那么就直接测试它的通义段 来判断它的好坏 它一般 创连在电路当中 所以我们用这个万能表的封名档 也就是二极管档位 两个表皮 直接变连在这个公子电感的两个引脚上面 比如说我们要测试这个L101 是好还是坏呢 我们自己变上去 应该发出封名声 而且万能表的指针啊 它会摆动很大的幅度 证明这个公子电感是一个好的线圈 如果测试一顿都不动 这个指针 那证明这个线圈电感已经开路 那么我们就必须把它接上去 换一个就可以了 多 Behzyć 这 ôn